《逢星期五的生命遠善》 接下來播放的是逢星期五的《生命遠善》 藉著多套經典電影和你分享感動人生的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逢星期一的《基督教文藝博覽》 藉著不同的藝術元素 帶給你思考信仰的新角度 還有就是逢星期三的《信仰講清楚》 討論各種有趣的信仰話題 《一三五》真正傳播都有這麼多精彩的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歡迎來到《從電影看信仰》 今天所分享的不是一套電影 而是一齣電視劇《我的大叔》 在韓國播出的時候是2018年 是一套連續十六集的電視劇 女主角是李之恩I.U. 飾演的李治安 她飾演一個低下階層的女生 二十多歲的 她要負擔她父母死了 她們的債行留給她 還要撫養一個母親 就是有行動不變 以及失語症 不太懂得說話 她因為低下階層找不到工作 還有她做很多份兼職 她從兼職裏面 譬如在餐廳的試影 拿別人吃剩的食物 保持自己做午餐或晚餐 在公司做兼職的時候 在茶水間拿三口咖啡 拿一堆回家 衝來就當晚餐吃 而男主角叫朴東芬 是由李善君飾演 她在家庭和事業 兩樣都是失意的中年男性 她在工作方面 比起上司在大學的學底 是她上司 不能夠再升一個棍高的位 被人騎著 而她的妻子又有外遇 而外遇的對象 正正就是她的上司 這兩個男主角和女主角 這兩個悲劇人物 走在一起 有不同的際遇 但在同一間公司相遇 彼此走入對方的生活 或者走入她的生命 是有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是她們怎樣面對兩個悲慘的世界 是怎樣應用她們不同的價值觀出來 所以在這十六集裡 整個十六集 是治癒了男女主角 治癒了劇中的人物 同時也治癒了看著的觀眾 對我來說 我的大叔這套韓劇 是一套基督教的神劇 為何這樣說呢 其實我這大叔從來未提過 男主角有基督教的背景 整套戲裡 只是出現過一次十字架的場景 沒有提過他自己有基督信仰 但整套戲想表達的價值觀 是一個基督教的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神劇 男主角東昏和他有兩個兄弟 和一班在社區裡 從修讀書 玩到大一班人 組織了一個叫做早神足球隊 早上踢完球 晚上他們會一起去一個酒館 酒館是由一個叫做鄭熙 一個女士開的酒館 他們每晚都會在那裡聚集 可能有人認識女朋友 會帶去酒館給其他人認識 或者有人被欺負 會一起出動幫忙打其他人 即是無論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會帶回酒館跟別人分享 所以這個酒館是一個教會的反應 即是他們聚在一起 互相分享互相支持的時間 互相幫助的時間 要出頭要打 要去各樣各樣事情 都是一起去做的這班人 所以這個可能是說 團契、小組那種動力 亦都是面對這班弟兄姊妹 他們真是兩協插刀 有甚麼需要和幫助 全部回到酒館裏面 一起去拆掉他們 至於女主角智安 是一個悲劇的人生 有一次為了保護她的媽媽 有債主追債上門 動手動腳 不小心拿一把刀殺死債主 經法庭判她之後 她是一個自衛殺人無罪 但她背了殺人犯罪名 當她去社會找工作 被人知道之類之後 人家會很自然地避開 疏離她 她自己的性格很孤僻 很倔強 又不喜歡和別人溝通 所以形成了她悲劇的世界 都只有她一個人 但當她去到一間公司 做兼職時 就認識了男主角東芬 但東芬同樣是悲劇的人生 面對她出軌的太太 出軌對著她上司的時間 或在她公司上 各樣各樣都升不到職的情境 東芬不是去收藏自己 她是一直用別人的想法 一個他者的想法 去幫人去著想 甚至她幫她太太 她不揭發她太太 因為怕她太太 不知道會怎樣想 怕傷害了太太 所以東芬男主角 經常用一個 照顧他人的想法先 她做每件事都想想 別人會怎樣 會否傷害到別人 她不會幫不幫到自己 所以她用他者去先 她顯出一個很善良的性格 她品格很高尚一個人 正正在說 好像耶穌的形象 東芬的出現 每一次都願意犧牲自己 去成就他人 這個形象是很鮮明的 她每一次的決定 每一次的決定 每一次的決定 每一個處境 都要用他者先走 在有一集裡 男主角東芬說了一段說話 她說我們社區裡 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她以為她會做一個很出名的人 誰知道她大學畢業之後 一句都沒有說 她竟然去了削法做和尚 東芬說完這段說話之後 她說她自己都想做一個一無所有的人 但人好像越想越多 但她竟然想做一個一無所有的人 這個一無所有的和尚 正正就是酒館鄭熙的男朋友 她一讀完大學 走到深山去修行 住在寺院裡 當然和鄭熙分手 一直都沒有回來找這個人 但反過來 鄭熙一直都沒有忘記這個男人 還偶爾會去寺院聽課 期望可以見這個舊的男朋友一面 這個和尚就叫謙德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就開始思想回自己的人生 開始去閉關 去想一想自己生命應該會怎樣 我自己看的時候 他閉完關應該會回到山 會還俗一樣 好像基督教精神所說 我們不是避開這個世界去深山裡 只是與上帝見到好關係 我們要進入這個世界 進入這個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自己是這樣想 但到最後編劇沒有說明 謙德做了甚麼 只是說他去酒館 找回女朋友 但沒有最後說有沒有還俗 留給觀眾自己思考 之後會發展的過程 最後我想說我的大叔 在場景設計 很多真實的場景 在對白設計方面 有很多精緻的話語 很多時候都在流露 基督信仰的精神裡 如果大家細心去看 細心去聽 去觀察多些的時候 一定會看到基督信仰 在全劇裡流露 而聽眾多嗎 便會叫浩子 有好的